特首李家超今天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 他表示黄马不会取消 红黄马是有效管控疫情的方法 他还提到团进团出的细节安排 团进团出的细节安排 当然是民体内局和业界会商讨细节 但原则上都是按照私政报告说 针对经济活动 我们会有些针对性的方案 针对性的方案 亦允许有注册的旅行社 在有领队或者管理人员之下 去安排他们的活动 因为他们是有人去管理着 每一个活动的安排 所以会遵从到我们防疫方面的 不同的措施 如果这些是没有人管控的 当然风险就会大很多 也都是因为这样的风险评估和可控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制定这个特别的安排的 而至于食事方面当然是有一些规格的 这些也都是由医委局 以及民体内局大家商讨 我的政策是很清晰的 在风险可控之下 尽量容许经济活动去进行 旅行团这些我相信是 在有充分领队或者管理人员安排之下的活动 他们是会遵守我们要求的措施 从而是可控风险的 另外李家超还提到 与内地通关的安排 仍在不断商讨中 通关需要在不增添 内地放异风险的前提下进行 点新闻记者 艳路遥报道